尽管选举结果已于上周六揭晓 拜登成为当选总统 但是特朗普拒绝承认结果 拜登的团队还没有得到 政府过渡期的相应资源 《华盛顿邮报》最先爆出 特朗普政府总务管理局 GSA局长莫菲拒绝签署 一封批准权力移交的信 因此过渡程序尚未开始 一位女发言人表示 她正在等待确定谁会是赢家 发言人拒绝提供批准 这一程序的具体时间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表明该机构不会在总统承认 败选前率先开始这一程序 GSA若批准这一进程 意味着拜登团队将获得 数百万联邦资金用于工资和拆旅 根据总统过渡法案的规定 过渡团队已经可以使用 商务部的办公场所 国会众议院监督和改革行动小组委员会主席 维基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康诺利表示 由于新冠病毒正在蔓延 快速过渡进程尤为重要 他表示 在全力的和平移交和确保 至关重要的政府服务不受干扰方面 GSA局长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在异常致命的流行病中 这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 无党派的总统过渡中心顾问委员会 周日晚间发表了一份声明 也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开始过渡程序 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现在真正的挑战开始了 我们敦促特朗普政府立即开始选举后的过渡程序 拜登团队充分利用可用的资源 在总统换届之际采取行动 拜登的团队已经宣布 他们将着手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问题 周一 当选总统宣布了他的选后工作小组成员 自大选结果揭晓之后 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关键州的重新计票 其中一些州很可能会因为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过小 而自动进入重新计票 但是专家表示 重新计票不太可能改变结果 拜登在宾州领先以数万计的选票 该州的20张选举人票 帮助他获得了总票数 突破了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门票门槛 总统的法律团队在过去一周中 在多个摇摆州宣布诉讼 质疑选举舞弊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 这些举措也被视为不太可能改变选举结果